今天來到北角的開船 在一間1,155呎的大戶 這裡就是一個私家樓 基本上每一戶都有自己的專屬點底 進來就有一個很大的私家五間 還有發展商都會貼心準備鞋櫃 你整個空間開了它 可以放到很多鞋 作為臨海的貴族物業 看到都挺金碧輝煌的 如果想舒服一點就放一張碗來就在這裡 進來就有指寶門 大閘才有的 這個廳就是一個直廳 夠闊的 最美的就是走前去一個很大的露台 外連一個維港景 這裡會有一個隔音瓶 因為前面是一個東區走廊 打開走出去感受一下 一定有車聲的 這個程度的聲音你又不接受到 露台就比較闊 又看出去受整個啟德觀塘九龍灣的海景 這裡會看到大球場 那邊會看到紅藍尖沙咀 如果你走出露台看出去 會不會看到IFC和ICC 它另一個好處 這裡就有一個工作露台 你打開它就可以做到南北對流 非常之好 轉過來這邊 這裡就是一個簡單的避餐區 你可以放一些酒 或者簡單的東西 再走進來就是一個 兩邊工作桌面的廚房 都是名牌家電 工作桌面是非常之夠的 金屬式的色面配上名牌家電 雙門的雪櫃 酒櫃 蒸焗爐 電磁爐 晚火爐 甚至是洗碗幫手 洗碗碟機都入 收納量都很多 整體的風格好畫一 空間夠大 三五指幾 一切下柱都沒什麼問題 而且都有一些大窗 有些大鑊 各大升款都夠小 用起來都相當方便 這裡就是工人房 寬的 光衣洗衣機 通常都放在這裡 因為空間夠 工人房你可以整張床放上去 這裡就有窗 還有自己的工人浴室 正的 基本上豪宅就是工人房 一定跟廚房簽在一起 這樣設計是最好的 我們再看看睡房 有個落地大玻璃窗 看出去的海景 比市中心的睡房更大 聽的另一邊 像有下廁 一個浴缸 你看到雲石面 漂亮的 收納量都很夠 而且最重要是有窗 第二間小小的睡房 都有個隔音庭 對你的影響不算特別大 因為它放上了窗台 這裡看出去都是很漂亮的海景 而且對著啟德的大球場 這個真的很難得 最後我們看看海景的主人圖房 門口位就預留了一個衣櫃位 方便放衣服 但是不夠大的 再轉過來 有兩線屏風 但是它也不阻礙你看著海景 因為屏風都是透的 台灣上都是放在這邊 然後看著海景 正的 最後我們看看主人浴室 你看到它的色調道車 豪宅的四節道 夠大 轉起來就很鬆動 還有這裡還有一個淋浴區 相當棒 像這些單位 以前最高位賣64,000 平均尺價大概512,000 現在發展商就打了六節賣樓 賣的尺價最便宜是29,000 而平均尺價加上車位大概32,000 左右的尺價 這樣的海景 你覺得值不值得? 可以留言告訴我 拜拜